這裡是很塑造一個人的氣質 你有自己的步伐 有自己的節奏 電影幻愛以屯門為背景 發掘了這個社區很多動人的畫面 而小說版的作者蔣曉薇本身 都是在屯門長大的 他在創作中投射了很多人 在屯門的回憶和感受 你寫屯門就是我最親切的回憶 放了很多個人的感受和經驗 有些中學同學看完 我本書就在笑 你寫中我的心聲 我們第一章寫 阿樂約葉南在屯門碼頭等 我把自己的感情放進去 裡面說到 有些 一個城市人來到屯門碼頭的時候 他很驚訝 為何這裡會有船出澳門 第二 阿樂在等葉南的時候 他在餵貓 撩貓 這是很常見的畫面 因為在電影裡 欣欣是阿樂的幻想 電影的時間很有限 所以你看到 他和欣欣拍拖的畫面 很甜蜜 那我就想 屯門區最著名吃糖水的地方 就是美樂有個糖水店 我在小雪那裡沒有開名 美樂花園 是屯門碼頭一帶第一個非公屋屋苑 可以說是象徵了這個社區小康的一面 我小時候是住美樂的 我覺得美樂花園的名字很漂亮 美好又快樂 他一個寄願就是一個新市鎮 有一個這樣的願景 打風其實家裡是最慘的 因為 那個廳就是看著海 那些風刮進來的時候 整個廳是水浸的 我爸媽媽就不能睡 但我和我弟弟就會很開心 因為有水玩 又可以擦地 這些是一些很特別很快樂的回憶 但其實生活是一些很簡單 幸福的小點 我會和同學來到胡蝶灣 主要是這裡比較清淨 而且空間很闊 所以有時候週末 沒有東西做 不想留在家裡 會來這裡看書 拿幾本書 在這裡看海 看書 其實不去市中心 因為去市中心要給4元輕貼 內匯8元 以前沒有錢 一個月好像只有30元 零用錢 所以如果要上街 就近一點腳走的地方 但是在這個社區 在屯門區裡 當然有很多陽份給我 我想特別是人和大自然的連結 因為真的很近 走五分鐘就可以去到海邊 很近的天 天是很廣闊的 它不會有很多高樓設角開的 只要下來做運動 跑步 逛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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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逛 可以進去的地方 譬如屯門馬頭 其實這邊也沒有什麼 這邊還是保留到 它很顏色 很角落 很自成一體的感覺 以前小時候 覺得自己很老套 特別是大家 可能是走 當你大學同學是走尖沙咀 走銅鑼灣 很潮流 打扮得很時尚 但是自己可能還是很肚 很鄉下妹 但是再大一點 自己找到自己定位 或者是 你想回頭 其實這裡也是很 很塑造到一個人的氣質 而那個氣質就是 不是那麼商業化 不是那麼追隨潮流 不用爬到很前的 你有你自己的部分 有自己節奏 有自己的地方 是 就不忘記了 對 你不要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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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緊